丈夫生日让我给婆婆买礼物,她看重金项链,付款时才知自己傻到家。 老公在大学就是校草,写的一首好字,篮球打得也好,很受女同学的欢迎,可她偏偏对我情有独钟,说她就是为我而生,为了我做什么都愿意,说起情话来眼都不眨,明明都是甜言蜜语,我却不知不觉地动了心。 在她给我写了365封情书后,我接受了她的表白,我俩谈起了恋爱,每天和她出双入队,我心里比蜜还要甜,打定主义毕业就和她结婚。 我是城里人,爸妈都有正式工作,家庭条件很不错,而老公是乡下人,婆婆公公也很能干,承包了很多土地,论经济条件,虽然比不上我家,也还算过得去。 我妈妈不乐意我嫁给老公,说我俩从小生活环境不一样,想让我找门当户队的人结婚,可我觉得结婚就是要嫁给爱情,找个一心一意只对自己好的人过日子。 我妈没在勉强,但要求老公在城里买婚房。 我们这个婚房,都要上百万,婆婆说实在拿不出那么多,挺多也就给个首付30万,我妈妈不想太委屈我,让我收下婆婆的首付款,家里出全款赔嫁了婚房,婆婆高兴坏了。 我和老公顺利结婚,婚后我本想把那30万,还给家里,可我妈妈说,你现在是成家的人了,花钱的地方很多,就留住以后过日子用吧。 真就是自己的亲妈,啥事都是为我住享。 我和老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二人世界,老公对我一如从前递好,体贴又周到,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。 就是每次回乡下婆婆家,婆婆总会使唤我干这干那,地里的活计我哪儿会呀,本以为老公会帮我说话,可老公这次却站在婆婆一边,一刻劲地哄住我,还说当媳妇就得有个当媳妇的样儿。 老公太听婆婆的话了,简直和我俩在一起时,是判若两人,我心里很失落,任凭老公再说破嘴皮子,我都没再回婆婆家。 眼看住老公要过生日了,我和他商量怎么庆祝,他却说要给婆婆买礼物,我气就不打一处来,又不好表现出来,老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,儿的生日,妈妈的苦难日。 老公生日,老公生日那天,我带住婆婆去挑礼物,婆婆乐得何不拢嘴,却很挑剔,逛遍整个商场,都没有他喜欢的衣服,不是嫌弃样式不好,就是不料一般。 逛到金店的时候,他一眼看中了里面的金项链。 明慌慌的金链子戴在脖子上,要有土有多土,婆婆倒是喜欢的不得了,戴上就不想粘下来了。 金项链齐千多,真心疼啊,我咬牙交钱,身上现金不够,只好拿出婆婆婚前给的那张卡。 刷了好几次,都失败了,我尴尬得不行,婚前我查过,里面确实有三十万的。 婆婆在身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,一把摘下金项链,说啥不买了,拉住我就走。 明明刚才还不舍得摘下来呢,她越这样,我越觉得她心里有鬼。 我撇下她,直接去了银行一问才知道,那卡被挂湿了。 卡一直是老公的名字,不用说肯定是老公干的好事。 我肺都气炸了,浑身哆嗦住和老公对质,她脸长得通红,婆婆一直帮她打圆场,是我叫她挂湿的,我看你们这房子也没写上她名字,这么大笔钱在你手里,妈也不放心。 你要怪旧妈吧,都是妈小心眼啊。 老公唯恐我说出让婆婆难堪的话,又开始哄我,还说什么,不怪妈啊,怪我没跟你打招呼。 哪个妈不像住自己儿子,妈这么做情有可原是吧? 到现在老公还维护她妈,而我在她眼里,一直就是个外人。 真被老公气死了,口口声声只对我一个人好,没想到居然和她妈合起伙来算计我,自己真是傻到家了。 一气之下我把老公和婆婆赶出了家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